文化室 郭文化 文化室 郭文化 文化室 郭文化 郭文化室 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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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的同样 上面的我国经济同比 实际增长6.8% 这个速度 最近一年 两三年来我国经济在6.7和6.9之间 今年上半年GDP增长6.8%其中有78%的贡献来自于消费 所以说从总体上来看消费对于经济的增长 这种拉动作用和这种推动力是持续的 我继续了中国现在40年了 然后有很多刺激和货献 他们一直在意识到 中国的货献货继继续会继续 他们一直是不错的 我从来没有一个货献货 所以我一直是判断的 在40年,中国有一个GDP的账户力量, 它是40次比较比例, 我当初我来到国家 我认为中国能够成为很胀, 在一个很健康的方式, 每年都会有高的账户力量。 在歷史上,在歷史上, 在歷史上, 在歷史上, 我們看到很多的發展 在所有的層面, 而不是只有在經濟 我認為是重要的 理解 是一種合作的利益 国際 that��回合 doing an open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relationship all over the globe between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SA, China and the USA. Now China is member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has promises to open up, I see that this 一段時間後一段時間 一些人都不堅持 而想要更快 因此我們歡迎 最新的決定 為新的領域開放 新的領域